藝法局要求活法廳遷出上海街市藝空间的期限已过,活法廳继续工作小组,至今仍然留守。 小组成员之一,叶浩伦说,他们希望局方撤回采取法律行动的声明,双方重新展开对话。 最期望的是他反回谈判桌,法律上的行动,我当然希望他们不会用一样的方法去解决,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他们未了解,或者未有一个真正的讨论,可能他上次只是一个听过来,但他没有一个回应。 那么我们觉得是有这样的面对面的讨论是第一步才行。 他解释少了会选择留守,除了因为活法厅过去四年间,和尤麻地街坊累積的网络需要延续之外,他们也希望局方检讨现时对社区艺术的评审制度和政策。 会不会有一个机制是可以给到一些街坊参与,或者他们甚至可能谈讨一下他们,究竟这个空间应该搞什么呢? 第二个就是关于社区艺术的政策。 其实都跟那位职员说过,其实现在社区艺术的发展,ADC本身可能有很多的资源去搞很多的社区艺术的活动,包括社区文化大使。 我们觉得其实应该是有点转变了,为什么呢? 因为社区艺术其实它除了有一些艺术活动发生在一些区域内,它其实应该是有着一些更加持久的关系。 活法厅住场艺术家花牌师傅王乃宗也都说,住场三年间见证街坊和活法厅互相影响, 希望当中互信的关系可以持续下去。 艺术狗亦就小组之前发出的公开信作出书面回复,指活法厅需要在限期前签出单位, 让局方可以如期交给下架获知错团体,即是莫超如主理的社区文化发展中心。 对于活法厅拓展和区其他空置丹麦的提议,局方预计今年开始在市港艺术组里面讨论和收集意见。 叶浩仁认为这件事也是一件好事。 這階段我覺得 因為都仍未跟她面對面談 她說肯放下去討論 我當然覺得是好 但是對於我們的留守 是否等於是停止呢 我都要視乎我們本身對於空間 和留在這個區那樣的堅持 因為首先留守我們除了要去交流政策 檢討政策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想繼續去做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盡量爭取到 無論是她協助也好 有一個同區的位置可以繼續我們的工作 暫時小組未有決定留守到何時 而葉浩倫就表示個人傾向爭取到最後 這個小組有三個人 我用我個人的權利答 因為我們都見招拆招 我自己傾向爭取到最後 因為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 她要知道有一些資源真的不太用 或者是不這樣去銷射一個社區關係 法律行動我自己都有擔心 不過是那個心都是想爭取到底 而莫超如日前就發公開信 支持活法廳的留守行動 並希望藝法局討論活法廳所提出的建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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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